哎 没想到 思远哥的内心世界 那么丰富呢 思远哥身上 有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 真正的匠人 愿用当下 去换永恒 就像孙爷爷 罗爷爷 这样的大师 他们从来不在意 自己赚过多少钱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 自己做过什么事 我敬佩他们 想成为 和他们一样的人 就像 我城外敬离阿姨一样 这个不是 宇宙霹雳 这位超级无敌大帅哥 赵连人男朋友 韦逍遥吗 你们还当不到 我是朋友了 去看孙爷爷又不叫我 那不是白天 被王河然给刺懵了吗 下次一定叫你呢 几个下次了 既然你们这么忙 以后我们就不用再去了 诶 诶 这女朋友 这女朋友 要是我们俩天天单独行动 你乐意吗 哎呀 你不要生气了 大不了 大不了我们跟你道歉 对不起 这不起 吓不为力 我大肚 原谅你们了 家琪 这么晚了还不早回家呀 非要让我喊你回来吗 我 我先回去吧 快点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这么直到疯玩儿 你们两个也快回家吧啊 不早了 对了 今天 吴花怎么样了 我安慰了她一路 把她送回家了 然后就去找你们 一直也没找着 不过今天林世音太过分了 枉费了黄昏对她一片吃鲜 我要是吴花啊 肯定不会再打理她的 你要是真正喜欢一个人 无论她做什么 你都不会离开的 那 那个 你 你有喜欢的人吗 你呢 在问别人之前 自己先想好答案 早点睡吧